中单鳄鱼来打这个塞拉斯 然后上单的话自己先选卡面 因为这不比较自信 对阵的是一个格温 格温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种版本的格温了 就是现在来打对线的话 也不会说占到卡面那么大的便宜 主要是被削了嘛 而且这把有一个猫的加持 无论说猫加鳄鱼猫加卡面 其实都还挺不错的 IP去到蓝色方之后 选到的这个阵容其实会更主动一些 格温是选择下半区开完之后的话 下面三组刷完 然后再去上 这场上路其实配合上打野都很有机会 而且对线都带了点燃的 这因为是博得小心啊 因为Q不现在带点燃 他下一波如果是QA 带点燃可能死了 哎呦还好赶紧赶紧磕赶紧磕 可以丢个儿子 几十滴接什么 直接绑过去了 对绑过来 但这一波 开场 上单 你为什么是过不来的 对 大线进塔 这想干什么 这两个人要越 有想法 乐言有点危险的 这要越说实话是不是有一点点太拖大了呢 就给点压力吧 但是中路也来了 三包二有没有机会 先踢一脚 踢到乐言是有一个闪现的 闪现把身边给拉开 而且中单也交TP了 没有急走的QB 先开个立场 一脚踢过来 QB能走吗 但是现在已经 就是已经进塔了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说再W去重置一下塔的仇恨 嗯 两方这里很凶 逼了个净化 逼了个净化 所以 只能靠自己 来 这个手榴弹 但是对面是有一个盾的 有个护盾 这个手榴弹是丢在了 Fontico护盾上 有很多西边 他都不会带净化 他会带一个护盾之类的 哎 直接开 开到乐言乐言没闪现的 小龙宝也来了 直接爆 爆住之后 拿到人头 闪现 丢了一个手榴弹 但是又是被盾给挡掉了 不可抗因素 上一场 来了 来了 去一个Q 但是实际上刚好被踢到了 这个钩锁刚好是踢到了乐言 这波南宝走了 只留一个人在塔下的话 是有机会的赶紧叫乐言过来保护 上了我直接叫点燃 你给点燃 我也给点燃 但是最后这一波大招还差一点点 大招没好 一倍三宝又单杀了 等一下还有机会吗 Q 不大招好了 再炸雪批你 耳剑暗烂了 与此同时 中路直接对拼一波 Dream阵亡 找到 找到了 直接交闪现 鳄鱼逼近 有点吓人 鳄鱼只要是 刚才一技能闪现过去 W 然后再加红路 哎 大招又好了 哎 找到了Dream 他不知道乐言在这的 他往家里走的时候 小龙宝也在身后 直接锁他 两个大招 大树的一个十字大招 但是看起来 这盗版是打得过正版的 可能全队的输出点 都依靠Fortyck去打 那Fortyck面对上乐言 不知道能活几秒 对 又是一个大招 一个RW 再给上一个点燃 下路直接控制到死 这条小龙 RA没有选择去拿 是趁这个时间 3点 提款你上半区 对 多发育一下 这他没能推掉 这波想过来找乐言的麻烦 摸鱼飞蛋 先摸一摸看他在哪里 一波四包一海 跟最后东西 直接坐住 乐言再见 所以跟大头来说 已经非常肥了 哎 直接锁头 打到Invisible 而且手榴弹晕住了 不过因为有个水晶解得很快 但是他能解控制 是解不了伤害的 如果Dance Drive 也来到上路 大招 这是一个 偷摆的大树 去 一打到 而且还扛了下卡 Jim应该要没了 叫一段闪现 需要不要闪现根吗 他在等 小龙宝救一救 小龙宝能不能救 直接一闪 一闪W 很快 也去被划分 下条龙 还有一分钟 时间刷新 直接开大 想找机会 Cube 找到一个Cube Cube应该是走不掉了 有人发觉了 有人发觉了 但是有人走到脸上 小龙宝 闪现被跟过去 拉到了 大招空了 但是没关系 远处还有一个南风的大招 乐言拿到这个人头之后 直接闪了回来 但是有一个Dream Dream立功的时候到了 且叫一个EG能拉下 但是回头 回头抢卤的时候 这个大人头 是被Forty给收下了 要减 进Invisible Invisible 拉钩 左溜了 镜头一转 A再次开始动大龙 打龙的速度 其实还挺快的 但是大树在这个位置 是有发挥的空间的 大树直接开大招 大树给大招 大招下午非常不错 但是正面 局部直接被秒掉了 上方重弹111 因为就进来切 加起阿萨姆 阿萨姆也阵亡了 这波龙打不完了 这里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这个大招 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一波大龙加团灭 RA 不是说完全不能打 但是列是 就是把前面的优势 给打没了 等一下 南风吃了这个大招 南风可能要死了 再刮一下 再见 直接被猫咪给打 猫咪的胶头给烫死了 Jim选择了一波开团 这个位置是不是 有一点太拖大了 热言没死 但是Jim Jim应该是死了 而且还要继续往前 JimR一个反打 等一下 南道说又要来 又是你 又是小龙宝和弗体格 这波打完之后 等一下 谁又是谁不会玩吗 南道 而对于RA来说的话 防装是比较少 后面有人在蹲 来 打了一个爆炸果实 但是刚好被蹲到了 好 不叫护士 在后 一起能拉到 海克斯顿通点 你通我 我通你 手方互通一波 不过 因为这么原地 开了一个精神 正面也开起来了 也被开起来了 打掉了 打掉了 打掉了什么东西呢 打掉了 打掉了一个磨点钟张 打掉了一个磨点钟张 是的 但这个位置确实还是很危险 感觉可以先挤过来 把视野做一下 但是他们选择直接开打 又是这个位置 又是这个位置 小龙宝又是有大的 难道说 小龙宝还可以放大招 又和之前一样 但是现在 他来了 这个大 我见过 你打我 我打你 打了之后 跟龙了谁呢 龙还是由乐言文文抢下 这边有点砍不住了 龙宝先行之王 苏迪克又被开到了 又是你 但有个复活甲 复活甲 起来之后 好像没什么机会了 压起身 这一拳 乐言压得很死 正面 这边R已经 开始推了中路2 他 看一下这条大龙 能否拿下水晶 Invisible 又是你 直接偷了一个 直接一个天把 横空裂弓 红过来 Invisible 应该是走不掉了 一级能拉到 虽然我拿下这个人头 他原地还是有一个金身的 后续大招只能封一下路 说大龙视野的投尸 要不要顺便来抓一下 Invisible 又是你 他还没有展现的 脚里的狗索 线索 吃了一个天把横空裂弓 再偷一个海图兔铁 他通不通呢 他想来想 干脆也不通了吧 自己复活甲已经掉了 这掉复活甲太伤了 刚做出来的复活甲 40多秒钟刷大龙 现在掉 现在掉复活甲 掉人 那就怕呀 现在其实就怕 万一R.A.不跟你打 然后他让这一句不去带 对 一技能拉到 R.A.怎么打 直接打小龙宝 而且这边卓下车了 卓下车之后 直接被strap给秒掉 这边小龙宝一丝血量 Cube来到前面 这边一键射死了小龙宝 又一段大招 这Gym血量下得实在太快了 他实在太脆了 这是一个潜水恶 剪一下 剪出了复活甲 又掉了 好像都不用大龙了 但没有兵线 看刚才这波 他是偷了 他一直能拉到 然后偷大树大招的时候 刚好猫咪下来 刚好下来 失到了这个 大树大招 都已经快过了 然后下来失到了 R.A.的选择也很明确 解决掉这个 会干扰自己打大龙的人 小龙宝 好痛 这Q的真 小龙宝给树儿子探路 但是 中间就伤害 什么 我有点看不懂 Q2 Q2加上一个小炮台 随便一点伤害 就把小龙宝给秒掉了 谁才是真正的AP书桌 下路想要直接一波结束比赛 局部开启了一个大招 要往前 不把锁链直接空 逼了个干锅 第一时间先拉开了一段收尾 但是正面R.A.已经直接冲了进去 催苦拉朽的一波团战 复活架 压一下 也阵亡 OK 这一把 依然是38分钟 39分钟左右 R.A.赢一下了比赛 我还想让你开启了我的日本人 但是要让我开启了一个小炮 所以对我来说 就像我来说 那一把 以后 我还能拥挤了一个小炮 就是这样子的 那一把 我们可以够到一个小炮 然后一把 我可以说 不过 那一把